第四種就比較悲慘一點 這種人可能他過去的生活當中 曾經被一些 不對當的對待 例如說家暴 然後可是家暴完 對你施暴這個人又會買禮物 又會給你錢 對 所以你對這種暴力的循環 你有一種很複雜的心情 就是一方面你很不喜歡 但是家暴完之後又有一個甜蜜期 所以你會比較病態的依賴 這種物質上的東西 第五種就是說 它是報復型的消費 就是說 老公在外面有外遇 有養小三 你就想說為什麼我的錢 我老公心不斷 要給小三用去 乾脆我用掉 報復型的消費 我們現場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待會兒挑兩位特別來賓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待會兒在畫面上 會出現一些當季的 漂亮的鞋 漂亮的包 看一下你們的心理反應怎麼樣 看你們今天 不用這樣 不用做整集之後 你們真的有得到一些嗎 可是重點是開完開真的可以買嗎 可以 真的假的 對不起 因為製作單位跟他們談好 所以說可以用比較低的折扣 你們可以得到 好不好 我們趕快來繼續這段遊戲 來 好 我們遊戲開始了 現在宇安已經做定了好不好 不會被綁在裡面 對啊 而且為什麼要有氣球 不是心理測驗而已嗎 如果你心平契合 你沒有任何的跳動 那你就不會被 不會被那個氣球炸到對不對 你趕快現在一起抱好了 怎麼可能的事情 邱醫師 現在宇安的心跳 感覺上還好嗎 我們是綜合看 就是說她的心跳 還有她的這個皮膚的流汗的程度 血壓等等 所以她現在的基本值 我們綜合看起來 在這個綠色線是3.0 如果等一下她超過 我們說3.5的話 那代表她對她所看到的東西 是動心的 是興奮的 那時候就可以進行懲罰了 好 來 在這個之前呢 我跟妳講 因為這個畫面呢 那裡面有很多的很名牌包包 我們請到一個精品公司的老闆 請他來 在旁邊幫妳講解 然後他可以用最低的價錢賣給妳 如果你喜歡的話 好 來 我們請到這個 微笑是吧 謝謝 經理 哈囉 宇安 好 來 妳講解放東西 這是經理啊 是... 好 我們現在來 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今年時下流行的一些單品 首先以鞋子來說 今年的鞋款 走的主要都是以高跟風為主 它的跟都比以往的鞋款 要高出許多 真的搭配不同的樣式 不同的款式呢 其實真的是可以展現 妳個人不同的風格 不管妳在各種場合 穿怎麼樣的鞋款 絕對可以讓妳 對 對 這是好看 好看 好看 引領時尚的潮流 這個用色非常的有對比 不好看 對不對 像妳說綁帶式的 對 綁帶式的真的非常耀眼 整個 妳也非常的隨心 其實這樣我也有點嚇到 妳說 像雞皮啊 是非常舒服的一些款式對不對 漆皮也是引領時尚潮流 可是這種東西 真的不能滿足妳們大家的慾望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今年時下流行的一些包款 對 今年的包款 主要就是以簡約風為主 搭配不同的色系 不同的花紋 謝謝 好 來 宇安 我們準備了100多張的照片 結果看了幾張 所以妳看不到10張吧 好像還沒燒過10張 然後妳的氣球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今天宇安的測試失敗 好 好 好 宇安失敗了 我們來看一下斯嘉到底 這肯定失敗了 好 好 妳要盡量保持冷靜 但是有時候妳的身體會背叛妳 好 來 我們請我們的經理進來 麥香好 我完了 我完了 我那個聲音有點奇怪 妳是看到帥哥完了 妳還是 我們還沒開始 妳以為他就是精品嗎 麥香好 真的 真的好 對 所以說麥香好 其實是有助於銷售的嗎 當然 朱老師心跳現在怎樣 對啊 剛才斯嘉在測試之前 她的基準點是1.0 一看到經理進來 現在變成1.8了 然後她就 還沒開始 你看氣球就破掉了 開始 點順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一下 我們的影片 斯嘉今天跟妳介紹的包款 其實真的是以簡約風為主 妳看她的設計跟這些花紋 有沒有 非常的有特色 我相信平常妳在家裡 一定有非常多的包款 可是妳看這些包款 妳應該覺得 家裡的包款其實真的都不一樣 更重要的是 其實像很多的包款 現在搭配的色調都非常的大膽 非常的有特色 妳看像這一款包款有沒有 它的皮革非常的鮮明 加上它的條紋 非常的鮮明 妳現在心動了 那個好看喔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幾款包款都非常適合 這個調式好看 而且只有妳能夠擁有它 妳知道嗎 如果妳覺得妳的心靈 已經跟它越來越接近 我告訴妳 我們已經有互動了 這些包款 我可以用最下沙的折扣帶給妳 讓妳今天又回家 櫃子裡就有多了這些包款 放在那邊 妳每天早上起床 心情都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好 其實除了包款以外 很多東西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包款除了它的設計 你看它的用色 搭配上妳的衣服 其實會變化出非常不同的風格 怎麼樣 心動了沒 妳看已經心動了 沒關係 我現場還有一款非常特殊的包款 要拿給妳看 有沒有 這很可愛的包款 拿在妳的手上是多美麗藥 他施控了這名字 我買了 我買了 他價錢就很瞎了 有特度來殺整個女人 好漂亮喔 好美喔 所以他多少錢 選到 我們私家聊會 絕對給妳最優惠的錢 所以 私家的測驗也是 失敗 要跟兩位講一下 實在是對不起 因為剛剛那個小男生 也是我們製作單位安排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包就是我的 所以來騙大家的 就希望大家能夠看到這個 能夠經過我們的考驗 但是問題是 你們回去可能還是要再訓練一下 控制購物欲是有一點方法的 我們請邱醫師來教我們好不好 其實我們這些方法 慢慢慢慢去學習 也許你今天就可以少滿一點 你就會比較多的時間 或是比較快的時間 就可以達成你的夢想了 對 就跟妳的夢想越來越近 我們這邊有列出了八招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 第一招就是隨時提醒自己有夢最美 因為購物其實是一種短暫的行為 但是你要給自己一個中長期的目標 譬如說買房是一個不錯的目標 因為你買房免不了有貸款 那個貸款就是每個月要繳的 你就會克制自己說 那我這個月貸款有沒有先準備好 對 給自己壓力 好 來 第二招 第二招列出快樂的清單 這個平常很少人會做對不對 你們那個快樂清單有練過嗎 對不對 什麼東西 其他可以讓你得到快樂的東西 就不會過分依賴在購物這一項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好 來 第三個 遠離誘惑的源頭 就不要去那個地方 不要出國 我覺得 妳不要辦信用卡好了 妳就這樣會找很多朋友 真的 這沒有交流 我跟思佳有交流 因為她買到一雙鞋子 她的鞋子也合我穿 然後我覺得 真的 好 那我們不要出門好了 對啊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朋友 就是另外一種誘惑 對 真的 是 第四招 練習Say No 那就要從小的地方開始 例如說妳今天可以 對一個 例如說一千塊的東西Say No 下次可能練習對 一萬塊的東西Say No 再來十萬 二十萬 從小的地方開始 這樣妳會覺得 越來越有成就感 好 慢慢來練習 來 常常要打掃自己的房子 是第五招 這我覺得蠻有用的 我覺得這個很有用 非常有用 不知道妳買了多少東西 一打掃發現 原來還有這種東西 對 因為妳打掃的時候 妳真的會發現 也有很多東西 其實非常多 真的 非常多 因為妳有時候 尤其是出國 妳會覺得說如果我出 一趟來這邊 我買這件衣服不買 我會覺得可能可惜了 結果買回去 其實我們是要錄影 我們工作 我們穿的機率有時候 沒有辦法穿得到那幾件 然後妳到整理 很多朋友跟我說 妳整理一些二手給我們這樣子 妳會發現 都是新手 我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好多的美人 我們賺錢也很辛苦 真的 接下來第六招 改變逛街的習慣 很多人逛街 對 例如說很多人逛街是 我今天下午 就是要去逛街 你其實可以把它縮短一點點 而且逛街之前 可能有一個購物的清單 雖然不見得有效 但是會提醒妳自己說 我是不是先把清單上 必須買的東西先買了 有餘力再去買別的 而且逛街的時間 也要給自己一個 無限制的時間 可能是說 今天下午1點到4點 有一個時間限制這樣子 這樣更兇 我知道這個時間可以買 趕快買… 我也是這樣 可是妳至少先買了必須的東西 對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列清單 就去了之後 就買的都不是清單裡頭的 發現其實真正要的東西都沒買 但是重點是 我們也列清單 我只想要去買麵包而已 我真的只想買麵包 買完就回來 沒有 重點是買麵包 你下廳市長 其實要上來要經過一樓 經過一樓 那個名牌的經理就是 寶寶 進來… 我就進去了 進去了 就買了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我們有列清單 但是重點是不要 我覺得是應該 不要經過 對你認為是威脅地 那是誘惑的源頭 沒有 經過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練習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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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寶寶 寶寶 我敢通告 我買麵包 我馬上就走了 下次有機會再來 先練習一下 先練習一下 是不錯的 好 接下來第七章 調整生活型態 不要試試要求完美 這個也有難 對啊 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 看放在哪裡 也會變成購物狂嗎 如果你追求的完美 是最後會影響到 你去追求你的夢想 那你覺得好嗎 可能也不好 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會在 比較 比較 飢餓或飢渴的時候 例如說吃東西 就會點很多的菜 對 眼大肚子笑 對 一大桌其實你吃不完 其實吃不完 對 那其實就會 讓你的荷包裡面的錢 越來越少 好 那接下來第八章 最後的 練習跟過去對話 舉例來講 像宇安 你可能幾年前 有給自己一個願望 我要買劈開頭的跑車 為什麼經過這幾年 我都還沒有買 對不對 原因出在哪裡 這就是跟過去的自己對話 因為中間一定會發生 你走了很多岔路 導致你沒有辦法走向 你原來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實時的 跟自己提醒 跟自己過去對話 那你是不是一開始做的 跟最後做的 這個目標是合在一起的 這個很重要 購物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多多的購物呢 能夠增加 我們這個台灣的經濟繁榮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亂買呢 會破壞你的感情 所以呢 好好的想一想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邱醫師 也謝謝四位特別來賓 謝謝 幸福事務所 明天繼續幸福 拜拜